在市场工作的男主角穿越时空 回到小时候跟一群好友 发生了爱恨情仇 透过剧情传递最人情土情的 多元情感 其实这是一个位于 台北市最南端的 华南市场所发生的故事 尤其是我们有为了 那天要化脸 然后我们还吃素这样 对 算是对这个信仰的一个尊重 非常谢谢可以跟着这个团队 一起拍摄这么棒的电影 然后把大家最棒的时候 都留在华南时候 位于万华区的华南市场 即将在明年改建完成启用 其中特别规划 华南市场改建工程 公共艺术设置计划 耗资千万拍摄剧情长片 华南时候 编剧一步穿越回到 1991年华南市场的爱情故事 当时大概没有太多人会想到 公共艺术可以用今天这个方式呈现 我们有没有在 有可能在台北市文化区的 很多的业务里头 我们再想一想 还有什么东西 或台北市的业务里头 有一天也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呈现 在我们华南时刻的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手印完了以后 以及我们华南市场的会长 去带领这么多的摊商 我相信未来的华南市场 一定会比现在要更好 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 邀请新生代与中生代 实力派演员参与演出 更突破公共艺术以装置艺术形式 呈现的规范 穿梭环南市场惊喜场景 呈现出万华在地最真实的人生百味 九川话长报道